新加坡這個最新商場 由舊商場改建 主打年輕人市場 是新加坡第一個以運動為主題的商場 裡面有室內攀石場 還有200米長 由戶外伸延到室內的單車道 除了玩,還有很多食肆 Cafe煮等麵包 牛角包都有很多款式 包點用的牛油,麵粉都是法國出品 麵包顏色金黃,皮薄鬆鬆 看見都流口水 餐廳在商場四樓,主打糧野菜 老闆娘將媽媽外婆煮過的傳統菜式 公主同好 還可以嘗試新加坡煎酒 商場唯一甜品店 主打朱古力,蛋糕,Macaron,雪糕等甜品 口味多得12款 不止食賣玩 商場四樓還有一間新酒店 夠方便 切的簡約得來不惜色彩 大堂有board game提供 還有迷你波波池 還有洗衣房,但不夠衣服都沒問題 這裡的五樓還有一間很大的廚房 裡面所有設備都很齊全 例如有焗爐,煎餅,雪櫃 如果你平時想煮食的話 裡面還有很多醬汁提供 有豉油,白酒,甚至黃油都提供了 如果偶爾想和朋友煮兩味的話 這裡的設備是非常齊全 一應俱全 這裡的專門並非這麼簡單 除了這麼基本的器材之外 其實還有這邊 這兩個就是很多人打卡的跑步機 我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參觀這間 是アパート的 room type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房裡面有四間小房 有單人床 還有兩間是cream bed ajam 寬身大一點 就適合情侶一起住 還有一個很迷你的客廳 還有一個廚房 有一個廚房 所以現在一群朋友 來到新加坡玩的話 我相信這間房就最適合了 還有這個就是洗手間 連房門都有不同的Board Game 找 另外Studio 房型 有特大書桌和書櫃 很方便 每間房景自開陽 看著美景 心情愉快